相对的真理还是真理吗 严格来说 真理呢是绝对的 真理就是真理 就像上帝的存在 或者是另一种存在 狮子 狮子就是狮子 狮子就是客观的事实 它的存在本身 不管它出现和将来会不会消灭 现在当下它存在就是事实 它既然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的事实存在 它无论是雄性狮子 它的毛色已经限定了 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真理 我们需要尊重 但是问题 我对事实的理解 观察 领悟 判断是相对的 所以相对的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 理解 圣经是绝对的 但是我对圣经的解释是 某种程度是相对的 所以真理本身既然是真理 它就是绝对的 但是人对真理的认识 寻求 探求 理解 诠释 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持守自己的解释 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寻求大公教会 圣徒相通 历史上 众教会对这个真理的理解 透过我们外在相对客观的 众人的理解 圣灵在众教会当中的引导 来确认我的解释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就是避免太过于绝对化自己的解释 真理是绝对的 但我的解释是相对的 为了避免绝对化自己相对的解释 那么就用大公教会的解释 以他们的诠释作为光照 借鉴来 检查来反省我的解释 是不是 一致的话 这个相对就是比较可靠的解释 好